歡迎海產 然後你的選擇 你的購車感覺好像很聰明 我其實很精打細算 其實因為像我洗澡那個其實我已經帥過 然後我帥過之後 我想說我年紀也步入三字頭 應該是成家立業的時候了 我不能再開那一台方卡 我要換一台比較穩重成熟的 讓女生上我的車就會想要嫁給我的一台車 我憑哭之後 哇這一台就是我的理想之選 這是我的第一台車 女朋友看到你選了Lexus 有覺得你變穩重嗎 他覺得我變穩重 他巴不得馬上跟我結婚 就是你們有人在唬爛嗎 真的 車一個人真的是 車真的是有關係 是說你跟女朋友交往好幾年了不是嗎 交往四年 四年前我怎麼求婚他都不嫁給我 真的喔 換了台車之後 你成功了嗎 還在努力啦 可是感覺他又比較有意願了 也比較有意願了 好啦那你選擇了這一台被稱為 那個油店小貴族嗎 油店小貴族 你當時因為你 你車價又回本了一個110萬 對不對 那這個110萬有成為你的購車基金嗎 有 或是養車的基金 其實我這一台扣一扣 我等於只加了40萬 我就換這台150萬 我的成交價這台是150萬 然後油耗數字一定肯定比你原來多 嚇壞了 因為其實你開CLA的時候 你一定會比較熱血 比較愛大財 亂財一通 然後有時候加速的時候 那個油錢一公升 我大概也跑六或七公里而已 其實油耗非常的不好看 可是因為很多人說你開賓室 而不可以管油耗 可是其實你在算月節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很痛 我換了這一台之後 我發現 原來我的錢就是這樣子不見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一個月大概加 因為我是台北台中這樣來回 那個開始 你現在常常跨縣市在跑對不對 對 因為我老家在台中 所以我有時候要回家一趟 然後我發現我換了這一台之後 一個月只要加兩次油 它好省油喔 因為油電車又安靜又省油 CP值真的是超高的 那你的油耗數字你有注意過多少 我大概一公升可以跑二十幾耶 你順順的這樣踩 因為你踩這個 因為這個主要這個也熱血不起來了 然後你也不會想要熱血 你就想要開一個質感 開一個好爸爸的感覺 舒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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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當時在購入的時候 你說你大概只加了四十萬 你就入 又入主到這一台油電車 然後它有一些配備 剛好在那個時候 有一些更替是你正想要的 真的真的 因為像我賓士那個時候 CLA最後悔就是我沒有選到二十三匹 然後這一台就有全數譽的那個ACC 自動車輔助駕駛 跟那個時候我CLA也沒有車內的那個ColorPlay 這個也是標配就是ColorPlay 所以我這個 因為我這個科技宅 我買選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哇靠 好有升級感喔 那就是原本在車上缺汗的部分 我都得到了 在上一台車完全補齊 那就是很圓滿 對不對 找回來這樣子 你這麼在意就是 你知道有沒有一種穩重的感覺 所以它的車型的外型上 剛好有重你的哪些地方 我跟你講其實還是會 因為你從轎跑換成休旅車 一般人家休旅車就是會不會 大家會講 可能老你那麼年輕 駕馭得了休旅車嗎 我看完這台UX250的車頭 它霸而不氣 它其實很 什麼叫霸而不氣 霸而不氣 就是它其實有那個男性 小爸爸的那個肩膀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氣就是它不會氣很高 不會讓氣是讓人家不敢接近 不會盛氣於人 我買一台RX350的話 我可能覺得是你開爸爸 那個氣勢太遠了 我反而又不敢嫁給你了 你不是靠自己 我買這台霸而不氣 它又想嫁給我 霸而不氣這樣子形容 心慈 心慈 其實車頭其實也是滿好看的 就是它不會因為休旅車 顯得老感 然後整個線條 而且這個白 王子白 它跟我說適合我的王子白 然後你身上就變王子白了 是不是 到其他人身上可能就變姬死白 到我就是王子白 好 無論如何 它自己就豐富了一個想像 就人跟車的連結 相得益彰 對 我就是愛在車 我跟它人車幾乎就是合一了啦 就是我載在車上得到的喜悅會更多 但你開了它在路上 你有沒有覺得跟你以前就是開賓士車 然後特別你講的方卡 別人看你的眼光會不一樣嗎 其實別人倒還好 但是警察看我的眼光不一樣 怎麼說 因為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又在台中 台中的可能有一陣子 就是治安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很容易被領檢 然後被盤查 可是因為我們是好公民 我們就是配合 那個自從開完這台車的時候 警察有時候領檢 看到我開這台車 他還會微笑跟我說 讚喔 還跟我說比個讚 你騙我吧 真的啊真的會這樣 警察幹嘛跟你比讚 他就會可能說 你有品味喔 你品味不錯喔 因為我拖下車上 我給他一個笑臉的時候 他就讚 平衛 我以前開戲 人家拖下車上給他笑臉的時候 他覺得我做賊心虛 你知道嗎 怎麼會再笑 他就說那個麻煩下來 我們配合一下這樣子 這台就不會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在胡亂 真的 我以前也不敢相信欸 我現在腦袋裡面 搏劍的畫面 我在想說這合理嗎 來賓你們比較合理嗎 你們應該知道啦 有 我覺得有 警察會看車 特別是海產 車色嘛 車色車種 我相信就是如果假設 你今天這個就是 搖下車窗的時候 警察一看就覺得 感覺確實可能有一種 比較穩重的感覺 那你走你走這樣 我相信 那可以比這樣 他可能比一邊而已啦 我自己家兩邊啦 OK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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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這樣 我覺得是有可能啦 我也被零檢過啊 然後跟你比讚 比讚是 沒有他有比讚 有他有比 他說老爹你有喝酒嗎 沒有 當然沒有 走走走走 老爹那是我知道 那個警察比愛心的 我有看到 他說很棒 腳後不開車 但無論如何 我們完全感受到 海產 因為買了這台車走 他就一直覺得 我們很開心 很優雅對不對 對 你就覺得自己整個人 氣質不一樣 氣質其實 呃 非凡啊 哈哈哈哈 這個節目不是有這麼開 這麼囂張 這麼開心吧 可以啊 我們當然很樂於看到 對啊 因為買了一台車之後 自己有一種 幸福滿意的感覺 真的 你買車就是要開心嘛 你知道幸福 這個就買對啦 真的我覺得很超值 CP值又很高 我是蠻期待你求婚成功的那一天 好我希望我 因為大家好像不太相信 那是你女朋友 每個人都覺得我是 花錢買到的 大家不相信 那是我真心誠意交到的 很多人都這樣講 我希望 那個我求婚成功那天 我可以在這邊求婚 喔 好不好 我們期待一下喔 好好好 蓋個章喔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從車側來看 這個尺碼剛好 就是對你來說很適宜嗎 因為其實我不高啦 然後這台又是小休旅 這個整個線條啊 質感車身長度啊 然後又很好停車整個 就是我覺得為了我 量身打造的一台車款 我覺得 而且它旁邊 一開始我還有點納悶說 為什麼它這個 也算是進口車了 旁邊怎麼還用這種 塑膠的料質 會開始 對我還有點在意說 會怎麼是這樣的東西 結果我不小心 自己停車的時候 A到幾次我才發現 這個東西做得真好 因為它比較凸 你去刮到之後 這個很便宜 你不然相當鬆 我原本奇怪想說 我買一台就是也是 100多萬的車 怎麼旁邊還是這種塑料 因為可能很多朋友 會覺得說 我要跟車身同色 對 我覺得比較高級 比較有質感 但是現在很多的修旅啊 它其實想強調那個運動氣息 對 就是你也可以看著它 有一個豐富的生活 沒錯沒錯沒錯 或者是 常常刮到的朋友 對 常常刮到 你反而不心疼了喔 你這個很好換喔 這個一片這個 也就幾千塊就可以搞定 你是有換過嗎 好了 換過一次了 因為還是會不小心去A到 A到然後你一開始有 用新車症候群 你就會想換掉 後來你也就沒關係了 反正這個之後再一起換好 有些小課碰你也就慢慢接受它了 對 不要傷到這個板進本體這樣子 因為我發現確實欸 有沒有它整個拉線 因為有些車會故意去 你自己買來的時候 你會故意去貼線 拉那個線條 可是它這個塑膠這一圈 反而讓這個線條整個拉長 這個比例 對不對 就是有我們這種矮的人 故意穿搭 讓腳變長那種感覺這樣子 比例比較好看 比例比較好看 而且其實 而且腰線還往上拉 哇你懂 就是腰線還往上拉這樣子 然後後座裡面 其實我也滿滿意的啦 因為跟我前一台車比 因為我之前CLA250 它是往下銷的 對 鞋背更強 對 也就是你後面的後座 假如載太高的人的話 其實很壓迫感 而且很不舒服 然後你之後買這台車之後 其實它空間其實也OK 然後又不會有那個壓迫感 在爸爸媽媽 哇他們覺得很棒很孝順 可是有一個小缺點啦 就在這台車沒辦法選全景天窗 它沒有這個配備 有點可惜 對啊 這個就是 是唯一的遺憾啦 因為我之前全景天窗 就是大家一起在出門的時候 躺下來看星星 其實是很浪漫 很浪漫 而且你冬天的時候打開 你是會喜歡躺著看星星的人嗎 其實我是個很浪漫的人 我會躺著看星星 不然就是開到山上啊 然後打開吸收分多金 然後看一本書 不然就是打開YouTube 看地球黃金線這樣子 好 我相信這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啊 這個就不會唬爛了 好 所以後座空間對你來說夠用 它其實夠用了啦 其實因為我也是就是 女朋友也交一個而已嘛 然後爸爸 爸爸一個媽媽一個 然後這樣一台車剛剛好 因為有的人可能會交兩個 不敢講 那我就交一個就交一個 OK 情有獨鐘 情有獨鐘 跟選車一樣 後面的這個貫穿式尾燈 這個貫穿式尾燈 其實是帥炸的 因為這個其實很多標 大家會覺得是 可能是Posh才會有的這個 一線燈嘛 然後我自己買 哇好好看喔 我自己看到它 還自己會看到癡呆喔 就是坐在那邊望它 它真美 它的屁股真美 而且這個又有電動尾門的這個 你在意這些嗎 就是說有沒有電動尾門 其實我蠻在意這個電動尾門的 因為你 有時候扛貨提貨的時候 你要自己在那邊搬 其實很麻煩 然後這個唯一的 就是可能這些車評們 會覺得說 這個後座 後車廂又不能載 又不能裝東西 這個其實是小而巧 我要裝什麼 我就裝可愛啊 是不是 這個就小小的 我也沒有要裝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定位 就是小車 我又不是要載很多人 我知道 然後它就是東西小 它其實小而巧 我跟你說你今天一邊講 小七真的已經笑到一個 對不對 我要裝什麼 七哥 你怎麼看這位消費者 這麼喜愛他的車 我的車有嗎 他的形容 他說要裝可愛 確定他有嗎 我裝不了東西 我可以裝可愛啊 其實因為你看我這個車很可愛 小小一台 然後東西就放東西 就有直 因為現在女生的包 就是這種小 流行的是什麼 小肺包 他們不可能扛兩個大包 然後小肺包放在裡面 哇 會想要把它降低嗎 不會吧 其實我還是有一點耶 可是我如果降完車身 可能會就是 很容易刮到 就是舒適感會不見了 對啊 可是就是帥跟 帥跟舒適我要選 所以你覺得你從之前 就是有那種方卡到 進入到修旅 而且你選了一個 油電修旅 很多人會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選擇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 跨到一個人生不同階段的感覺 有 其實以前人家說 那種好玩的車 會隨著年紀一直提升 心境不一樣改變 我那個時候還不相信 後來直到這個年紀之後 才發現真的 心境上會不同 你在開這台車的 你的態度啊 你的開車時候的個性啊 你駕駛的方式啊 都完全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車內 來感受一下 你開車的樣子 來感受一下 我的帥感就對了 你的帥感 好 今天來的 依然好朋友還慘呢 當然平常在鏡頭前出現的時候 大概都是一個比較活潑的性格 然後他就覺得 開了UX250H之後 人變穩重了 真的 我在這台車上的時候 真的很穩重啊 我會跟他談心談 我未來的規劃跟這台車聊 因為我要置得住這台車子這樣子 你掛了很多平安符在上面 對 因為其實行車就是要安全 你以前開 就是我開CLA的時候 就比較亂衝 你回想起來你會害怕 怎麼以前這麼年少輕狂 這樣子亂踩亂用 你反而長大之後 你要有責任感了 你要保護好自己 你要安全駕駛 你才可以保護好家人 對啊 那要安全駕駛 要安全駕駛 你連放上基礎上 這樣子放好嗎 對啊 我就綁 現在就是綁在裡面而已 我覺得開車的時候 它也可以比較平安 然後這裡也一個就是比較平安 這樣子 那中間這個又是什麼 這也是平安符嗎 不是 這個是我去月老廟求來的 因為我以前去 我以前缺乏愛情的時候 我去月老廟 他說求一個這個 他說這個有一個 裡面有一戳毛 他說這個叫做月老的鬍鬚 招桃花的 招桃花 極陽之物 讓我帶著 結果那一陣子喜歡我 都是同志朋友 太癢了 我還有點生氣說 那個法師 那個師公 都是同志朋友來愛我 可是我不是怎麼辦 他就給我一個極陰之物 這個 這個 總之 他是招桃花 招桃花 這個很酷 沒有穩定的女朋友 你怎麼還繼續放著 沒有我想說就是一個初衷 因為要這種是生物 這個叫做母狗的眼淚 酷吧 我長知識了 你長知識了對不對 極陰之物 陰陽調和之後 我就找到女朋友了 然後我跟女朋友就是安安穩穩這樣子 然後你剛剛有說 你最喜歡他有ACC 有駕駛輔助 他的ACC駕駛輔助真的太棒了 因為之前沒有23P 我覺得開車好累 有時候你會 就是比較疲勞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休息 可是這個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開車變得好輕鬆 這個ACC一按下去 他會自動跟車 然後車道偏移 他會自己校正 你只要專心握著方向盤 看著前面就好了 你等於好像沒有在開車 所以你現在台北台中這樣跑的時候 可以輕鬆很多 我可以輕鬆很多 我可以握著方向盤看著前面 然後就是 還可以偶爾看看 車況看看天氣 當然還是要專心 可是你可以有些心思 不用再之前那麼累 那麼注意這樣子 然後這個 而且我覺得 換到這台車 像這台車 視野也其實非常的好 我覺得 那這個就值得了對不對 這個很值得 所以本來在前一台車沒有的 在這一台車都有的 非常好 恭喜你買到理想 買到我理想了 重點是他還在一個很好的timing 賺到了中古車價 沒錯沒錯 我覺得CP值很高 我覺得我這一波操作操作得非常好 好啦高手 地球王機械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速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太照鏡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